阿母本师释迦摩尼佛 其手礼诸佛,其法以求生, 经验其法,令正儿久住, 善悟以口愿,自定其治愈, 生莫作诸佛,使三页道尽, 能得如是行,是大先人道。 我们看授戒原集的发戒部分, 我们今天看到三句言修的道理, 虽然是受比丘戒, 可是发的是大臣菩萨戒的心, 所以三计言修,由此发心, 所以他所俱的德,功德,就非常的殊胜。 下面说三解脱门, 三极境戒,去向三解脱门, 虽是光慧,灰定不发,即定慧而学。 所以说,从戒的本身,必须要有光慧, 有光慧,灰定不发,故此定慧两者皆具足。 戒复正正,由此得路。 戒复,复就是烦恼结习, 断绝烦恼结习,正路真实之理, 由此能路,就是三解脱门,能够进路。 故号三解脱门,门是通达的意思,故事叫三解脱门。 那明通小教,经对三聚,西局大臣。 就是声闻俱足界,他的名本身是小陈教, 名字通小陈。 可是这里所讲的,对于三聚来讲呢, 那就是,是通于大臣了。 尤其说三极境戒,他必须极限于大臣来讲。 下面说三解脱门,一是空解脱门。 空解脱门就是主意,信空。 他说光身空,无我,我所主意是空, 但是本性既是空。 二是无相解脱门,也就是指的是相空法,相空。 相空,既知空,这无有相,就是相空。 无作解脱门,就是这里讲的是为实至理,也就是无怨。 既然知道无相,又无所厌求,不造生死之业,无恶报果。 此处说明是此理。 唱天三光别配三位,也就是说唱六极法篇里面所讲的三观, 也就是讲的信空观,本相空和为实观的道理。 所谓三位,就是信空无我,属小成位。 本相空是小菩萨,为实。 一切法皆空,唯有实。 这是大臣菩萨。 所以这里讲了,唱篇三光。 因为唱六极法篇有讲到四唱和理唱。 离唱,依三光而唱。 四唱,依偏剧,作法唱,就是深唱。 此名大行,须言言修。 这里所讲的是大行的大臣菩萨之行,必须要以言言修来讲。 所谓言修,就是三级境界言修。 以三级境界的道理,是奢生,是善法,是利益,是善者,元修。 那么超文呢,泥凡国,这个泥凡本来是通于大臣和小臣都有泥凡。 那么这里所讲的是取大大涅槃,而不是小臣的阿罗汉的泥凡。 我们下文问说,经词所受,即为,为即三句,为非三句。 比如说,声文的比丘俱足界,他说发心要发三句言修的心。 那么这里就问说,那道理说,他既是三句,还是非三句呢? 如果是即是三句的话,那以后要不要受菩萨戒呢? 他说,你要发心受俱足界,要发三句言修的大臣菩萨心。 既然是这样的话,问说,你现在马上当下即是三句言修的菩萨戒。 如果三句即是的话,那将来就不需要受菩萨戒了。 那么下面说,又是大小混乱,如何分别? 这么一来,大小不是混乱了吗? 意思是说,声文小成教,为什么又讲了三句言修的道理区呢? 这样就有点混乱,如果分别,这是一。 如果是讲,不是的话,不是三句境界,当下即是三句言修。 他说,戒从心发,即发此心,哪非此戒啊? 既然发这个心,怎么能说他不是呢? 就是发的是大臣言教的这种言修的见解。 如果不是的话,那你说这个所具足的就是三句言修的界法。 那么这样说,大见错解故特提示,使之求之。 那如何求之啊? 这样一来,是不是有错解? 意思是说,使后人引导有错解。 所以这里提示,是自求。 那么这里要提示说,持放立颤,以何分叛? 那吃饭,那根据什么? 到底是根据商机境界? 就是说,菩萨界来判呢? 若称阴,称阴,称瓦,称业,其念称,那就换。 那根据商机界。 那根据商机界。 那如何来判呢? 就是这个地方,以何分叛? 下面应该解释说,我们这个纪文里面没有,应该这样说。 提虽是圆,受界,虽然他的提,提虽但是圆,祭诸大成,人羞之体。 行必。行必依受,这样了解吧。 所发的戒体,虽然是大乘三级境界原体。 提,因为道行立足是四分通大乘这种说法。 既然通大乘,也就是大乘的,商机境界圆满,这体。 体虽然发的是这样,可是,如果是行的,你要是这样的体, 我又一大乘研修的体来判。 池也是一大乘,那么燦也是一大乘。 这个告诉我们说,行必须要一受。 一四分,瘦还是一四分。 你说,瘦的是四分,防一四分,行。 这就了解了。 体虽然是这么圆嘛,后面还会有解释的。 行呢,还是一四分,你说立颤,还是用四畅还是里颤? 肯定是四畅,生畅,做法畅。 四分本身也没有说要取向、颤啊,还是端坐念诗下,那种颤法没有的。 还没讲到。 体是这样,那么这样才会圆融的起来。 要么刚才提出来这两段的问题,即是即非,也就是说,这一段文可以说明了。 词放立颤,以何来分判? 体虽是圆。 但是行必所受,这就了解了。 下面下面是,赤明立他。 赤明立他就是,又与词法引导众生那一段以下。 词法既善因行。 因行就是发心应该是这样,引导众生,发这样的心,那是因行。 果地,要正涅槃的果德,令至涅槃。 这个涅槃是大涅槃,成佛之涅槃。 然后,接下去三,容统分成三段,讲的护法。 护法就是令法久住,还有这一种心。 自立立他传传相续,佛种不断,顾得久住。 如何才能施法久住? 首先说,生种不断。 若生种断灭了,就谈不上伤宝已经有缺。 故此,就谈不上生种。 那么这么一来说,生法久住。 佛种不断,能自伐久住。 生利慈凡。 他就考虑到慈太凡了,烈是根概。 根概就是大刚的意思。 大概提一下,大刚略略提。 所谓苏不敬言,言不敬意,自非惊言。 就是说,这原意无法表达。 就是一言难尽。 如果不是学圆的话, 精圆就是说,你学得多,听得多。 这样的人呢, 幽楼积习。 幽楼积习。 我们说幽楼寡断, 因为你处事, 恐怕不能够断定。 积习。 就是说, 那么种种的习气, 不能够断定。 浅时初心, 何有可解啊。 于如, 于管如疏。 如果初心的话, 恐怕不能够了解词理。 如此发心, 善是邪想。 就这样发心, 怎么会是邪想呢? 那对凡夫而言。 凡夫的劫阜, 烦恼俱全。 你一下子说, 根本心性的问题, 发自理体的问题啊, 很难去了解。 你说, 众生本具如来的德相, 清净的本体, 本明妙性。 众生说, 我能不能见着, 怎么去发啊? 还是外德啊? 还是说, 是自己内心所显发呢? 他恐怕不能够信受。 这样发心, 恐怕是邪想。 道理是这样, 恐怕不能够明白这种正理, 是邪想。 宽不发者, 定无尊善。 如果是不发的话, 这种心不发起来。 就说, 无戒。 无戒的话, 他无有尊善。 之论说, 凡夫史学, 邪心中语, 他们分别。 凡夫乃至到无学。 凡夫史学, 邪心中语, 他常常以自己的揣测, 经验, 来衡量。 那么这样呢, 就是邪心中语。 佛法常常把, 有些凡夫的知见, 别人, 说成是, 是之边充, 自以为是, 这样邪心中语。 罗涵果人, 纳涵果人, 慢心中语。 为什么说是, 慢心中语呢? 他还有, 节习没完呢。 他因为, 还有最后的, 师父, 没断完。 故此, 他是说, 慢心中语。 罗涵果人, 明智中语。 罗涵果人, 你看他, 罗涵果人, 为什么是, 明智中语。 记文在哪里? 凡乎记三, 见道人有恶, 无学, 见道学人, 善有恶, 为圣人, 无慢邪, 见爱永断。 因为他见爱永断, 但是, 随世间的假明而已, 随着明之中语。 如此之心之分歧。 能够这样, 知道自己的心是发心发到什么程度。 得佛境界亦有分歧。 那么, 戒是上评, 下评, 中评, 这样也有分歧。 故文云, 佛子亦如是, 请求境界本。 这是续文当中的话。 好, 记文, 我看啊, 举宽劝, 就是说, 发心与不发心, 如果有发心的话, 恐怕还是, 血想。 更不发呢, 那就更不得, 这个殊胜的戒法。 凡夫劫破, 潜在, 未见正理, 谁所动作皆是邪导。 谁所动作皆是邪导。 己心动念, 意思是你未费真理啊, 都有颠倒。 好, 乱心四善, 荣有退磨。 因为乱心, 只是四善, 而不是礼善。 这四善所修的善法, 这样有退磨。 所以然则, 《尹多论》里面讲说呢, 凡夫港戒, 具有四过。 凡夫发受戒, 乃至德的戒呢, 有四种退失的意思。 如果是定宫戒, 道宫戒, 他就不会有这个事情。 心下游蕾, 所谓心下游蕾, 就是作法舍。 下面就是四种舍戒的情形。 因为虽然有顿见, 他无非是向下。 从比丘戒的身份来说是最善。 如果说他舍作杀迷, 那就往下了。 再往下舍五戒, 做游蕾舍, 五戒全不舍, 顿的话全不舍呢, 都是无非向下而已, 那就来。 第二是, 龙退道伐, 又犯重。 犯重自然舍, 所以就龙退道伐。 三, 龙变二行, 也就是二行舍, 罗俱, 本身是一行或变二行了, 那就是舍戒。 是邪见断善, 就是断善跟舍, 四种舍戒的范围。 内凡已去, 分见真理, 方无此犯。 内凡已去, 从阮丁论, 是离已散去, 分见真理呢, 才没有这四种舍戒的事情。 出心脖地, 非邪而合。 那就这样, 出发心, 脖地凡夫, 怎么会没有邪想呢? 尊善为心不从善。 这里讲说, 定悟从善。 下面引字论说, 下面印证, 笔明世界语言有三, 一字, 邪慢明字, 四种二种不禁, 前面两种是不禁, 一种是禁。 凡人, 凡夫巨族, 这三种都有。 抄戒, 前面一种, 必须后面两种。 见道学人有两种, 就是他无邪以。 这里几三果仍来收, 出二。 就是说前面两果。 因为爱呢, 还未断尽, 所以他还有慢。 圣人为一种无邪慢, 因为见爱永断。 就是说, 见或失或永断。 所以世间假设明言。 如下, 如此自知心自分歧。 就是说, 你知道自己是核心来受戒, 得的是, 佛戒是什么? 如下自知。 良一, 无作假作而生。 无作的戒体必须假作而生。 就记足这些圆, 乃至方便时圆的次第。 记足, 那都是做法。 就是说, 通过这些做法而生无作。 既非色心。 南山, 他不盼为色心, 就既非色心。 无有表示, 碧月能领。 他虽然无有表示, 可是能领受, 心向能够领受。 显戒优烈, 前名丧品, 所欺远大。 这讲丧品。 无非是这样讲说, 希望, 得上品。 就是远大。 所那之体, 定之真善, 故有分歧。 顾下, 文凝, 佛子一如是。 下面是隐劝, 继续立的细迹当中。 书里面说, 有要相召为佛子, 即是此文。 南山, 主战, 四分, 通大臣, 也就是以后面, 这后面几点来说明呢? 来证明说, 这有一句, 相召佛子。 声文本身, 只称比丘, 他只称比丘而已。 但是, 既然称为佛子, 是归以佛臣, 大臣呢? 这是此文可以证明。 情求就为能受的心, 境界本, 就是所那的体, 就是境界的本。 朗笔, 文语, 有少意, 就这个, 这里说大意引出来。 他记文的原本呢, 应该有这么长。 如人, 易渡河, 用手及辅男, 虽生无莫忧, 便能道彼岸。 在基础上是彼, 如是诸佛子, 那就出在这里, 如是诸佛子。 我们常说, 如是诸佛子, 佛子一如是, 就相召佛子。 修行境界本, 中部, 回邪流, 莫逆生死海, 引这一段文, 无非, 南山无非是要说明说, 这个戒, 应该归以大臣, 言教之理。 问, 此教中是何臣, 而法大臣之言, 那有人提出来说, 你这世分到底是小臣, 还是大臣呢? 你都现在讲的都是大臣呢? 言修三级境界, 画了这样的一种戒体, 那到底是何臣所设呢? 人家答说, 此事分中, 此事分中, 亦当大臣。 亦当一所, 亦当大臣。 戒本里说, 若有志为生, 亦求以佛道, 当尊正戒吉。 到后面说, 回事众生皆共臣佛道, 失一切众生皆共臣佛道, 我们就回事众生皆共臣佛道。 这应该是有通大臣。 律中多有成律, 律中里面, 律当中很多地方有这样的律子, 所以, 惠光律师呢, 也把他叛入大臣律宪。 就是说, 有这么一种, 那么纪文下面有提出说, 就是说, 有一个当和愤。 他当愤是什么? 愤通, 只是愤通而已。 上面, 上品, 上品, 耶教乖中, 顾习问。 上面讲说, 上品界, 所谓上品界是大臣原教的道理啊, 那么, 如何说是小臣呢? 下面他说, 出二句是标示, 言义当, 义当, 即显, 这个, 中本, 律师大臣。 他, 应该是, 他指, 有一份, 是大臣。 有益相丹, 就是有益相丹, 如下所引, 书因, 分同, 分同, 亿亦同此。 就是说, 分同大臣, 当分, 应该是小臣。 他说, 这理想指, 有一个, 这个, 这么一种, 风判。 接下, 尾事, 那么, 具体的解释说, 下面引力啊, 绿相呢, 是指广。 书中, 总列为五, 总列有五点, 通常现在人, 研究戒吏, 就是, 研究这几点, 这五句话。 什么, 哪五句话呢? 相召为佛子, 师身成佛道, 就师身成佛, 相召佛子, 他婆, 焰无邪, 叫他婆回心。 是不是啊? 舍财, 怎么样? 用轻, 他是用非重, 舍财, 非轻, 非重, 这讲非重, 舍财, 用轻。 还有呢? 死了沉静, 是不是? 我们这里刚刚要讲的, 死了沉静, 就是沉静, 非耕了。 好, 那我们, 先看, 相召佛子, 如上文已经赢了, 师身成佛, 上面也是提到, 这两句, 都是以佛子来相称, 所以是大臣之礼。 她婆, 她已经证无邪, 无邪以后, 本来说她大事已了了, 事情已经完了, 所做已办, 不做后有。 可是呢, 她觉得说, 这个身体不坚固, 我应该求坚固法, 所谓求坚固法, 她发大臣心, 为大众服务, 发心。 她说, 我以我这个身体来为大众, 来求佛道。 所以说, 她怨无邪, 这点问, 应该回心说, 回声闻向大臣。 舍财用金, 也就是三十舍舵当中, 其他中, 判重。 就说舍身, 不妨判重。 那么, 四分呢, 舍财用心, 就说她舍身, 身不凡的话, 她用心。 为什么? 她心已经舍了。 唱舍舵不是要舍财, 舍心吗? 你们唱过舍舵吗? 要欠你舍财, 然后心要舍掉。 从她做法上来说, 反正这个东西舍给身, 明天再舍给她。 有特殊情况, 马上可以舍给她。 要不然你明天舍。 意思是说, 隔夜让她心要舍, 这个东西你已经做舍想, 身要舍给她。 如果不舍的话, 那只是勇气。 如果说是她的, 已经是判为她的的话, 你不舍给她, 那就放重。 所以说, 她心已舍掉, 那就从大神的道理。 还是从心来判呢? 死了成敬, 就非更了, 是死了。 眼时能见, 是不是这样。 闻, 是耳时闻。 这样呢, 王玄世大成为实的道理。 就是九时望已见, 那个不是见闻截之那几种判罪吗? 比如说眼时等, 她能够见, 射, 闻生。 她不是耕见。 从生闻小臣本身来讲, 她是从耕来讲, 进一步的实能了别。 是这样。 所以这样呢, 是属大臣所舍。 所以后来, 研究南山通大臣, 找出这五句话来说明。 好, 下面的官司, 判, 鼓励就是辉光。 南安比所判, 太臣同满, 他直接把四分判成是大臣律。 比如说, 南山道宣立主和颜兆律师, 他不同意这种说法。 他本身就是内, 所有的一些内容, 基本的内容做法, 是从立主与申闻。 文虽影剧啊, 亦不全取, 虽然有在影迹, 有立了证明, 他不全取。 四分之大, 将何为小呢? 如果说四分之大臣的话, 那什么是小臣呢? 啊, 所以下面说, 应, 即应, 方网, 体形, 前童。 如果要应, 即应要方网, 嗯, 体形, 戒体和行持, 都跟方网一样的话, 那才是大臣。 菩萨声闻, 二戒无别。 这么一来说, 声闻戒和菩萨戒, 就没有什么区别了, 就不要, 声闻, 这个方网戒, 又是四分戒这样的区别。 定之不耳, 这里下面就直接说, 一定不是这样。 所以祖师所立, 以义从容, 以义从容此次说, 他旁饮呢, 旁用多宗, 多论, 就是, 是宋子思想。 正义是什么呢? 诚实, 正义是诚实。 正义是诚实。 终归原教, 所以叫做这个, 以义从容。 他不是完全不用啊, 引诸不利也在用, 也用识宋多论的思想。 但是他完全用色法, 所以南山不曲。 他正义的是诚实, 讲到灰色灰心, 可他更进一步说, 既然灰色灰心的话, 他必须要有一个明目, 所以立, 以藏实上法种子为戒体。 这样呢, 终归原教。 上面讲的三观的次第, 空观, 相空, 信空, 相空, 维持宗道。 这么一个道理, 一会归呢? 它是归于原教。 义当奋通, 义来讲, 应该说是奋通, 有一份通以他身, 身乎教子。 如果用奋通的话, 符合教的宗旨, 是分的宗旨。 戴至宗建更为祥明, 宗建还有, 讲那个戒体的说, 还有一一的说明。 今亿有人直判为大, 不识教宪, 妄志云云。 妄志云云一说, 直接说, 师分是大臣, 这样判法, 一说不妥。 问, 善品心者, 为权势大, 为分通呢? 善品教族, 既然讲善品心, 也就不是大臣, 善教的思想吗? 那这样, 这个戒体到底是奋通啊? 还是全是大臣呢? 他答说, 夫成本宗, 奋通义尔。 还是讲说, 奋通也是, 也是这样子。 还是夫成本宗的思想。 奋通, 奋通之义, 出自何人呢? 奋通之义, 出自何人呢? 那种说法, 应该出于何人呢? 如来利教, 答说, 如来利教, 被此机言, 不读生之, 凡福佛义, 别立成宗。 以成宗的思想来讲奋通。 是以前后利息, 法政所安, 多生此义, 法政那个俱颂, 一再强调, 也说明这个道理, 其不明夫。 那有人妄斥, 南商不合利奋通义。 那么这一说, 寡漏之士, 何足义? 南商也就是说, 引这言说明, 也就讲奋通之理。 如之发戒严敬, 即心有真善, 此之二徒。 所谓二徒, 哪二徒? 敬, 和心。 就我们这一段, 不是都是讲说, 尽管心恋也要管。 发戒敬, 即心有真善, 此之二徒, 必受前, 必受前时呢, 智者提受。 比如说, 必要受之前的时候啊, 有智的人呢, 要提醒, 要说明, 传授这个道理, 使心心相续, 就受之前, 把这个心, 和静的道理, 一一说明, 使这种心呢, 发大臣之心呢, 能够相续, 渐静明静, 不得临时方言发心, 就等灯坛的时候, 这个时间讲说, 你说发心发心, 他发何等心呢? 不了。 若也临时失受, 法相善至虚伏, 这临时受的说, 法相的明相道理, 恐怕虚伏, 岂能领受者得善品呢? 那就很难了。 或前不发, 岂非大事, 王前不发这种心, 等于误了对方所讲。 我们讲, 以后讲的, 慈放方轨的时候啊, 还会看到, 如果说你受戒的时候, 没有发这种心, 乃至没有发慈戒之心, 那是戒都不发的。 我们在行中记, 这本书里面都这样讲, 你没有这种发慈戒之心, 发这种领纳戒体之心, 那是不得戒的。 这种不开导, 岂不是误得大事吗? 好, 下面说, 告诉我们在这里, 纪文呢, 要早提示, 早一点提示, 那么说, 这个心静必须要念念无间, 静必法法无媚, 静所谈的空有二地, 乃至灭礼, 三宝诸法境界, 毫无浩擦即逝, 可不胜夫, 今时昧教, 似同儿戏, 乍登堂善, 兴至金房。 就有些人登堂会害怕呀, 常常有这样的事情。 我看现在这里所讲的也是有道理, 现在受戒真是有点像唱戏一样子。 一堂一堂佛事的演那个佛事, 就像唱戏一样, 开始就完了, 然后去开导, 叫那介师去开导, 结摩阿教授去开导, 那么就两行, 或者几行而已, 或最多一夜, 有时候一堂佛事这么一夜, 那个前面的佛事搞得很长时间, 排班啊, 迎请啊, 参战啊, 弄下来, 差不多要几十分钟了, 然后那个佛事一散去呢, 两三分钟就完了, 就下来了, 送回聊, 就没事了, 可是完全就没有去开导, 那个白发完全用白发来讲, 解释一遍, 一字一句解释一遍, 你发挥不了啊, 就按那个言文解释一下, 也是, 毕竟往前念那个古文呢要好, 是吧, 那么有些人一散去的话, 一登坛呢, 那个戒坛上面, 围的一重又一重, 搞得很神秘, 一散去, 他一害怕, 下一声冷汗就下来了, 是不这样, 那么有些地方很多人登坛, 赶上去, 前面的散去, 后面还没散去, 前面下来了, 那么后面呢, 才散去, 就是常常有这样的事情, 就是说, 这样呢, 孔思, 受分明, 但知学矣, 受的受恐怕分明, 不了, 自无所小, 江河世人呢, 自己都完全不懂这个道理, 怎么去世道人呢, 所以说受戒传戒, 他要律师, 才能受, 你看他讲, 借和尚, 请某律师为和善, 请某某律师, 律师才知法而已嘛, 现在管他律师什么师, 你请到他都是律师, 他管知不知律, 请他当借师啊, 他都说某某律师, 这都是这里所要批判的, 岂非树叶所追, 至此此生虚散, 恐怕过去是你干这种事, 现在呢, 来受戒也不得, 我们常常注意咯, 你将来还会遇到这样的事情, 你过去跟人家受戒, 受得不如法, 你将来来出家, 受戒也受得各不如法, 生息则己, 七随将来, 西服已逝, 有临世的时候参除啊, 才有这样种种的过犯, 好, 这一段呢, 就是说, 如何发戒之心引导, 很长一段文呢, 所以也就是说, 比较重要, 好了, 那么下面接下去是第四个步骤, 也就是, 缘起方便, 十个次第的第四个, 那么这些开导完了, 一不一定说, 正要登坛的时候啊, 有一坛呢, 专门的去开导, 来不及了, 就是必须明天要登坛, 前两天就要把这个道理开导完, 故事说, 我们十元当中呢, 减除第三和第一, 那都是受戒之前要做的事情, 那么今天要登坛的那个步骤啊, 你说第四个, 这是少不了的, 那个戒指应该换在什么地方, 其实, 那个三坛正范呢, 都有这一段文的, 为什么现在人传戒的人, 竟然把这一句话忽略的一塌糊涂呢? 你看见没有? 当立受戒人呢, 眼见耳不闻触, 他根本就不知道这一句话是啥意思, 戒指在唐善, 那个戒指必须要看见唐善, 换句话说, 那唐善的实施要看见戒指, 这样才可以啊, 你怎么围一重又一重, 怎么看谁看见谁啊? 你就不渴了, 常常为这个事情, 我倒跟人家吵架, 我说不要围的, 不能那样围的, 他说受戒历来都是这么围的, 怎么会不围呢? 不围不如法的, 我说你围起来那才是不如法呢? 你讲不明白啊, 我说你那个文不是有的吗? 商谈症犯呢, 那个建业律师的那个文里面都有这一段, 我说你看那文不是这样吗? 他不知道那个是干嘛的, 明明告诉你眼见而不闻触, 他听睫毛而已, 怕他听睫毛, 那眼睛要看见, 必须要这样, 才是如法的, 我说你围, 旁边你可以围, 你中间不能围, 他干的没有, 没办法, 我说你实在不行, 你开个口吧, 他实在要围啊, 我说你开个口不行吗? 你像文湛那样子开个口, 你旁边你围啊, 没关系, 只能弄到这样子而已, 那么那个本, 根本来就没有围的, 你看戒堂途经也没有讲要围啊, 那从印度那个戒场也没有说要围, 他在陆地, 陆天, 上面都不要遮盖, 更何况围呢, 好, 若受戒人, 离见闻处, 离见闻处, 看不见, 听不到, 在戒外等, 揭不明授据, 那么上面说离见闻, 这里怎么会说离见闻处不成授据呢? 看到没有? 当立受戒人, 眼见耳不闻处, 若受戒人, 离见闻处, 在戒外等, 皆不明授据, 有没有问题? 那我们看一下接下来解释, 孔听结魔故着离闻处, 在这里说, 所以离得太远, 在戒外的话, 皇前讲话, 糟蹋的, 糟蹋的, 听不见的那些地方, 那就离见, 太远了, 那么说, 孔非法令身眼见啊, 这个身就是谈善的实施, 不是其他身, 平时怎么讲眼见, 他本来生活就在身团当中的嘛, 听结魔, 他怕他有文结魔灰法的事情, 那么这要孔他灰法, 所谓灰法指的是什么呢? 戒一波啦, 一波不拒啦, 位移不拒啦, 神能够看见, 五分钟, 已起过故, 听安戒坛外, 眼见处胆, 那么这个地方所讲说, 那么安受戒的人应该在戒场内, 还在戒场外, 这是戒场, 自然空地, 大戒, 这是大家面向, 这是家长外向, 这一块是空地, 空地不一定有这么宽啊, 空地太宽了也不好, 那么现在这个戒指要换在哪个地方? 那么现在这个戒指要换在哪个地方? 在这里啊, 还是在这里? 在这里? 戒场, 戒场小, 如果很小的话, 小到二十一个人, 是不是? 乃至四十一个人, 那戒场就小到四十一个人, 那些地方如果在戒内的话, 耳不闻呢? 眼见耳不闻, 你说, 就这么一个小地方, 这个地方, 或者比这更大一点, 他在那里, 那这里做节目, 他能听不听见吗? 有人说, 那戒场大一点吗? 戒场通常也不会搞得太大, 因为做法搞不好, 你会别中啊, 那我们要看个文的, 你不能说你说的算啊, 你说的也不算, 我说的也不算, 我们看律怎么讲, 对不对? 好, 第四呢, 文句中, 他找着根句来讲, 就怎么做呢? 出引律文, 善是如辉, 如辉说, 受戒人应该在哪里? 在戒内, 还是在戒外说, 做戒外不明受者, 看注意哈, 戒外不明受者, 书云, 此通, 就是节目书里面讲说, 此通白事之时, 这个戒外说, 乃至通到做白事的时候呢, 戒子不能在戒外, 同意是吧? 白事不能在戒外, 是不是这样, 理解吧? 今曰四元, 戒外无师, 怎么样? 但是说, 他这个地方, 戒场以外, 自然地这眼睛, 已经也叫戒外了, 不一定是在大戒外, 戒场, 隔一个自然空地, 已经在戒外了, 但是你做戒魔的时候, 我这里人戒子, 葬在这里, 恐怕是不行的, 是不是这样? 他不是说, 在戒外讲说, 通白事吗? 白事戒魔这个戒子, 如果在外面的话, 这不惨, 这里讲说, 今曰四元, 你问元, 问四, 一般有没有啊, 你有没有难呢? 这叫, 四元, 四元意思说, 在外无事, 同意是吧? 下面有讲说, 人太多的话, 分开两处, 沙迷再远一点, 比如说在这里问难的话, 那么其他还有很多沙迷的话, 你不能在这一起, 他老是老是, 听的都一样, 一群沙迷都一起问难, 他就分开, 尼方便, 如方便追佛, 乌尼佛, 他听听的都一样, 然后无非, 无非, 所以他不让他听, 表示一点尊重, 解外无事啊, 孔相, 孔听结膜的地方显示, 上两句是不闻处, 着离闻处, 不能听见, 下来是见处, 孔非法令生见, 生要见到他, 不能听到结膜, 下面互赢五分, 转是非法, 因为有人起过, 所谓起过就是说, 借一波了, 这样事情, 起过的, 比银比丘借他一波, 受疑又送返给别人, 诸比丘令供起时去, 他说我没有波, 比银我无一波呀, 他说怎么会这样呢, 他说我借的借完已经送给人家了, 活资, 活资, 然后活资借以后呢, 他说活也不自我, 叫我不要借啊, 那活后来因此资, 他说借没有自说不能借的, 我借完还个人家, 我现在没有波怎么起时啊, 活着说不可以, 以后不可以, 那就必须在受借的时候, 看他有没有一波, 一波有没有带来, 那么这样呢, 听在借场, 这个活资应该说, 听在借场外, 眼见耳不闻处, 看四份问难, 四份闻云, 借外问这难等, 借外问这难等, 他肯定不会在大借外, 这个讲借外, 应该是在借场外, 今时受者多在借内, 礼义无三, 看到没有, 礼在借内, 礼义无三, 顺善律文, 顺善什么律文呢, 上面不是说在借外不承受借吗, 就刚才那一顿页, 就在借外啊, 落在借外等皆不明受据, 是不是, 好, 我们反应过来, 就是1043页第二行, 有没有, 在借外等皆不明受据, 下面这个地方说, 我经受者多在借内, 礼义无三, 顺善律文, 上律文就讲说不能在借外, 所以有人在借内, 礼义无三, 申请教授师, 应将不近不远处等, 就选择一个不远不太近, 也不太远的地方, 那就要看你借场多大, 如果借场是很小的情况下, 肯定是在要在借场以外, 才可以, 我们那年受戒, 我们还是在哪里, 记得吧, 在平时受戒的人, 记得吧, 借场内, 借场外, 借场外吗, 那个路上就是借场内的吗, 就是, 我们的借场, 那岛, 然后呢, 找南, 一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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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三重, 找南, 下南, 底下, 有一条, 那个是种花的, 然后一个石板路, 有没有, 石板路, 石板路, 是不是这样, 石板路, 然后呢, 他从前面拖了一些, 进去的石板路, 这里, 这里搭个散, 我们标在这里, 标在这里, 你明天去看看, 在这里, 你都搞不清楚, 标在石板路, 这个角角这里, 然后呢, 这里是自然空地, 外面是大界内向, 是不是这样, 就在那路, 那个地方, 因为能借场稍微大一些, 问难, 是这样子, 但是我们借其他的借子, 在哪里立, 借场外了吧, 问难是借场内, 问, 可是其他人呢, 就在站前面, 对面那个, 我们有一个小小的石板凳, 进来一点, 前那两个树, 被台风刮倒了, 那个地方, 好, 教授师, 将他们, 应该是不, 这言不言, 因为教授师, 就做这个, 专门去管这些借子的, 所以他就这样, 好,下面看, 这是处所, 谭经里面说, 借场内, 东街, 喜, 你问遮难所, 所以我们当时就是, 找这一句话, 我们当时不是, 找这一句话吗, 他说, 借场内, 东街, 我们靠东边, 那个脚不是吗, 设问遮难的, 出所, 已见前因在外呢, 不明受据, 所以说顺文, 必须要在借场内, 就是说, 这个看来, 那个借是完全指的是, 借场那个地方, 因为小借, 因为借场也叫小借嘛, 神奇, 神奇不言内外, 他这里有影啊, 南山道宣立主, 引了神奇, 他不讲内外, 看来是怎么样呢, 两通, 这个数据你们要记住啊, 到时间不能说, 不可以一定怎么怎么样, 卡在那里, 有文的, 南山有文的, 他是两通, 可以, 唐经里面讲的是呢, 在借场内, 因为顺上面, 律文说, 不能在借外, 在借外, 不承受, 所以, 唐经说, 在借场内, 东街那个地方, 是问遗, 说明说, 按照, 那个借场途经, 可能会借场稍大一点, 可以这样做, 那么, 神奇里面讲说, 没有指数什么地方, 就是神奇教授, 不远不近的地方, 那么说明说, 他是两通, 如果借场小的话, 恐怕不可, 借场大, 可以, 万身坐处为言, 看见没有, 一定要万身坐处, 不是指着寺庙大殿那个地方, 怎么怎么样, 不可以的, 你说你借场在哪里, 售借的地点, 设在哪里, 那么借指, 指着不远不近的地方, 什么叫不远不近呢, 眼见耳不闻处, 眼睛能见耳朵, 听不到的地方, 正好是, 不近不远, 好, 下面还有文, 若多人共受, 不止三两个人受, 还有很多人受的话呢, 因两处昂字, 所谓两处, 一处说正在问, 一处在等候, 可以这么理解, 多人, 一是多人行利, 令妄见身, 起尽重义, 这必须要利, 他本来说, 安见眼见耳不闻处, 怎么样, 利, 没有说眼见耳不闻处做, 也没有说眼见耳不闻处谈, 是不是这样, 也没有说眼见耳不闻处行, 而是利在那里, 表示肃敬恭敬, 这可以, 二呢, 问难者, 下面上面说, 那些不是问难者, 问难的人应该怎么样呢, 离身及离杀明行处, 离身, 离什么身, 谈善的食诗, 你不能就在谈善食诗呢, 因为教授是先要评处问的嘛, 所以说, 要离开生的地方, 又要离开沙迷的行处, 前面还没问那群沙迷, 要离开他们, 不能在一起, 以忠间问言呢, 以忠问言呢, 必在同处亦得, 如果说那些沙迷全部在一起, 也可以, 不是说不可以, 怎么样, 恐后问如前呢, 心不尊重, 都一样问, 如回如回, 就这样子, 黄鞭罪佛, 武至何等, 和善至何等, 他都是这样一样了解了, 心很难长生, 恭敬心, 也就是说, 稍微要神秘一点, 是不是这样, 没有神秘就没有, 怎么样, 没有尊敬, 好像, 在一个名人讲说, 在仆人的眼里呢, 没有伟人, 贴身的仆人面前呢, 没有伟人, 他都知道, 一个人, 人没有亡人呢, 他肯定有这样, 那样的缺点和缺憾, 毛病习气, 如果很接近的一个人, 他知道, 这个大法师都这样啊, 是不是这样, 很随便, 总会有一些随便的事情, 然后你保持一段的距离的话, 你不了解, 很神秘, 那个人不知道在做些什么, 他晚上, 他有没有睡觉, 有没有吉祥卧, 如果说, 哦, 那个法师睡觉, 还四脚朝天, 他看看, 这恭敬心都很难产生起来了, 对不对, 所以他有一定的眼离, 那恭敬心才能, 那就是稍微说, 有一点点神秘, 是不是这样, 有一点点神秘, 所以说, 他比丘不愿意, 自戒专中的不难呢, 下重啊, 跟比丘在一起, 是不是这样, 就怕你没有恭敬心而已, 就是这个嘛, 应个令, 仿批七条, 即应该有一个桌字, 即桌一波在彼而立, 有没有, 强调一个例子, 仿批七条, 就是漫像, 七条的里面, 因为我们现在, 这个家长的做法, 几乎是一重啊, 一重呢, 里面也有一些像, 他反批呢, 就没有像, 还没说, 没说, 之前就必须要这样子, 下面说, 既文, 反批的是漫像故, 即下呢, 和, 和有桌字, 就是说, 即桌一波, 他拿着一波, 那么这就告诉我们说, 他登坛的时候, 只搭什么一, 七一而已, 我们现在, 灯坛都搭三一, 是不是, 同时搭三, 在南山里面, 他没有说, 山顶都要搭三, 只搭七一而已, 其他两件一呢, 要捉着呢, 手拿着, 和波要拿在手里, 盆着, 我们那年搭几件? 搭两, 搭两件, 搭一件搭两件, 搭两件, 我记得搭两件, 拿个五一, 和, 拿个波, 拿个带吗? 拿大一吗? 拿大一吗? 拿大一, 拿大一, 搭五一, 搭五一啊, 他搭五一, 七一可能是谁样子, 反正, 没山顶都搭, 我记得是谁样子, 那呢, 就是这些具体操作的, 所以大家要了解, 否则的话, 你就不知道怎么做, 不记得可以方文, 万一具体操作, 不记得可以方文啊, 再来呢, 这是第四, 已经告诉说怎么做法, 那个人应该按在何处, 像现在呢, 戒内白猜威仪师, 威仪师就是教授师, 就唐善当中呢, 要猜, 四分云, 由戒外脱一看, 致令受者呢, 常会羞耻, 激流受戒士, 人家受了, 他受者常会以后, 他说我不受戒还俗了, 他说我回去了, 等于说体检啊, 现在人体检, 反正这种意识观念也是无所谓, 反正没什么, 一般读过书的人都了解生理现象, 看就看, 怕谁怕谁啊, 是不是这样子, 受戒的时候比较尊重, 威仪师叫你脱掉, 看成也不好, 是不是, 他是师尊, 那底下戒指说这样脱掉也不好, 就是佛早就知道这个事情, 后来自主说不可以这样子, 因为当时最初受戒, 那有人恐怕有二根啊, 或者说根不锯啊, 就是说那个那个那个房门五种, 是不是有这种几种情况呢, 检查一下, 体检一下子, 看有什么问题, 所以不成, 佛颜呢不得入行看, 以后就不可以入行看, 这是会前以前可以看, 那么后来自定不可以, 那就不要, 我们也不能说啊, 我趁着机会体检一下脱掉, 不可以啊, 那是非法的, 当差人问难事, 就说差教授师, 那这段可以引力, 下面是五分, 令和善与杰摩师, 令和善, 那谁令呢? 谁令谁啊, 和善不是老大吗? 他这个都不是说什么命令, 生意着他做法的次第, 这个时间已经这样弄好了, 和善应该呢, 跟杰摩师讲, 就令, 或者说死, 死和善呢, 那死, 总是有个人死他, 谁死, 应该说这个生已经安排好了, 那么说, 这事情已经就绪了, 或者说, 生, 请和善呢, 要跟杰摩师讲, 也就是说这个次第下来, 一些做完了, 和善应该跟杰摩师讲, 长老经做杰摩, 互与威仪师, 长老经受杰摩, 跟两个人都讲, 他应该坐在他旁边吗? 他说, 长老现在可以做杰摩了, 他说, 你应该受杰摩, 理应是这样, 四分云, 比杰摩, 当问谁能为教授, 就是说, 做教授师, 答应我某假, 就说, 正要做杰摩的时候, 我要问一下, 众中谁能做教授师呢? 他说, 我某假男人, 那么下面正是猜文, 那么这一句说, 出他不和善白告的这句话, 还没证明, 那这次受戒的, 三个白, 一个白式的第一次做法, 是不是这样? 三个当白, 一个白式, 第一次开始, 所以在第一个开始的时候呢, 要素意问和, 答言才教授, 当白结膜, 如果这样答的话, 怎么办? 这次总答是别答? 这是别答? 如果说, 只是这个节目, 素意问和完了以后, 生经和和和所作为, 猜教授师, 当白结膜, 那么底下呢, 还要重来, 问素意问和, 然后问, 和和和所作为, 此之四答, 如此四答, 怎么会有四答呢? 三个当白, 一个白式, 有三次, 只得各作义法, 所以叫做别答呢, 只能各作义法, 不能笼统, 若总答于, 生经和和和所作为, 受戒结膜, 以后就不惜再和了, 生经和和和不需要, 乃至多人力通问答, 不得过明相, 这一段话也非常的重要, 通常受戒呢, 这一点算几乎非法, 什么叫几乎非法呢? 就是说, 前面也有, 恐怕也有这样做, 做完以后到中间, 说, 要休息一下, 大家上厕所, 休息一下完了以后呢, 再来, 就直接开始做了, 没有问和, 这个是必须要问和的, 所以说, 乃至不得过明相说, 那没有过明相呢, 我上午受两个小时, 去上厕所, 再来喝点水, 再来, 也没过明相呢? 你要看文, 纪文有讲的, 因为威仪已经改, 身已经散了, 重新召集, 必须要重新问和才可, 一定要继续做啊, 我们看问答当中, 总别答的不同, 是答即是别答也, 出答如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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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跟这个超文上面所讲的, 二是白, 第二个是招路, 就是说, 教授师问完以后呢, 他要把沙弥招进来, 这个时间, 有一个当白, 就葬在那里当白, 就是说, 我已问尽, 听将来白如是, 第三是对问, 对问就是, 结磨师要问, 这重新问一次遮难, 他有一个单白, 就是说问难, 对众问难, 那个是教授师问完, 听将来一个吧, 然后呢, 郑寿, 第四是郑寿, 白是结磨, 那个受法, 就是受巨族戒, 所以说, 他必要分开, 总答呢, 前后是法, 无非受戒, 因为这都是一样相通的, 都是受巨族戒的事情, 一言总收, 操用总答, 操文用的是总答呢, 下无别问, 下面就不惜重问了, 这个因为, 做法上一定要明确, 那个用三堂正范那个文呢, 他第一次有, 后面那个别答他都没有, 他全部用是总答, 没有别答那个文在那里, 乃至等者, 虽通多人, 这里不是说, 乃至多人的利通问答, 利通问答是一样, 也是这样问, 问答就是一种通答的, 可敬日息, 就可敬这一天, 一天乃至到明天明相初, 息就是往上, 日就是白天, 可以一直通向, 然行事, 可是你不可能说, 今天早餐受巨, 一直兼职着明天早餐, 天没练呢, 中间要吃饭的吗, 拉杀的吗, 可能要休息的, 不可能一直坚持下去, 哪行事呢, 复龙停止, 肯定要停一会儿, 一会联系, 相色疑难啊, 这一点很重要, 不能疑难, 必依准行且通一座, 你要是准行, 要是上面这种行, 不需要问的话呢, 只是说一座可以, 金诸周静年别开坛, 多人并受, 缓用别答, 就是必须要了, 宋朝的时候, 有很多地方有开戒坛呢, 用别答的受法, 理虽无害, 事成繁重, 就有点繁重了, 一文可解, 可是这里没有提到说, 中间停了以后呢, 就有人没有再问的事情, 看来过去人家是懂法的, 那么, 虽然只是用别答而已, 他没有去, 第一说, 有人一座, 闪座以后再及, 没有问答的事情, 才有的事情, 我发现不少, 我常常又再来重新问一次, 升级否和, 他说,前面不是搞过了吗, 你现在又重新再弄, 乃至有一个人站起来, 我们都重新再来的, 实施当中, 有一个人说, 常常那个尊正是说, 没我的事嘛, 我就站起来东搞搞西搞搞, 他常常这样子, 那都是不可以的, 因为他为什么呢, 威仪已经改了, 严格的讲, 必须这样子, 他常常会这样子, 弄这个, 然后再做下去, 完了, 严格的讲, 那都不行, 威仪已经改动了, 做的嘛, 你现在已经站起来了, 有别, 像中有已经有别了, 都不行的, 必须要强调说, 做结模期间, 你这两个小时, 或者三个小时, 大家必须一讲, 如果是已经改了的话, 那不妨再和, 不妨再和, 也可以, 那如果上午这样瘦, 下午再来, 肯定要再和的, 威仪已经改了, 身已经闪了, 我们现在重新集了, 还要这样做, 那么现在, 教授师几乎不问难, 是不是这样, 都是因理师代问啊, 那教授师不问难, 按道理这样讲, 这里面的次第的做法, 白事, 那四种, 做四种结模法, 已经有一种强, 是不是这样, 第一谈又做一下, 往后就不做了, 嫌麻烦, 嫌啰嗦, 我们这里以前受识这样子, 比如说上午要授多少, 教授师下期一次问完, 问完了以后呢, 他上去, 然后一直带, 一直往他带, 下午呢, 也是教授师拆下来问, 下午要授多少, 问多少, 然后上去, 他就不下来了, 只能这样做, 如果说你授一谈, 问一谈, 那重新再来, 也是很麻烦的呀, 问完了, 教授师又拆, 又下来, 下来他上去, 又这样赤地下来, 那就有人太啰嗦了, 不妨可以这样做, 好,下面的, 借师硬白, 做结模, 正做结模, 大的声听, 比谋甲, 从和尚谋甲求授记足, 借人生死到生人听, 谋甲为教授师百六十, 这就是猜的文, 猜教授师文, 那么教授师印下做, 这就是印下, 那应该是指的是, 教授印下做, 李申夷, 暗藏威夷, 自受则所, 他也是要, 就是说安排好的那些地方, 去做, 因为暗藏威夷, 偏袋右肩这些做法, 对身, 那么下面呢, 是出众问缘第六个, 正开始去问, 那么这里出众问呢, 也就是处于能受有武当中的那些问法, 人道啊, 诸根巨啊, 生气静啊, 所对的知言记足等等, 主要是对着, 还是前面五言当中的一些内容, 所以而者, 所以而者, 平处不微, 在平处会害怕我少一点呢, 安审得时, 得惜一例问之, 是否得时一例, 这样来审问, 这就是说, 正问当中呢, 先要平处问, 审核可以了以后, 然后再来, 下面说, 但遮难之中有得不得, 故前广分别, 遮难当中有得不得, 有些是可以, 有些是不可以, 那就是说, 难, 难肯定不可, 遮是可, 另其一, 十相, 死问难者呢, 据法明断, 意思说, 你问之前, 先要把所谓十三难十六, 轻遮的内容, 一一广明, 你如果不广明, 他问, 鲁氏房门否, 他哪听懂什么是房门呢, 那个门是黄的, 是不是这样, 根本就不知道, 你是说, 那五种相也告诉他, 身见渡便伴, 五种房门, 那身见渡便伴, 那什么叫, 身见渡便伴呢, 必须要一一祥明才懂, 你不祥明, 问他边最佛, 你倒不知道, 常常去说, 我们说, 你是战俘法, 他说, 我不是, 他说, 我没结封啊, 我不是战俘, 他一着急, 一紧张, 他就不知道如何答, 那有一些人呢, 他就先把他写在那里, 写在手上, 看, 吴还是非, 他就答吴还是答非, 男人先看, 他说, 我以为是调个个, 你知道吗, 调个个一下子, 他说, 吴是怎么会吴呢, 我说, 鲁士战乎否, 他说吴, 他根本就不理解, 不理解他就会打乱了, 尤其是岁数稍大的人, 受戒实在是很长, 草象百粗, 年轻都会好一点, 你说, 契戒, 在谈战契戒的时候, 他告诉他, 大德一心念, 各成法名, 他说, 各成法名, 他说, 你跟我念, 我念一句, 你跟一句, 好了, 你念一句, 我跟一句, 大德生听, 各成法名, 弟子某某, 弟子某某, 你不笑死人了吗, 他就答不来呀, 你受什么戒呢, 实在是很可怜, 下面说, 但问真难中, 有得不得, 你念其像才可以, 使问答相应, 问的人自己明了, 听的人呢, 那个答的人呢, 也知道这是什么意思, 这样呢, 无有弥溜, 若问而不解, 终为非问, 问, 问, 自己不知道, 乃至, 那个戒指也不知道呢, 不成问, 所以他引说, 中边不相结语, 佛胖不成, 这等于中边不相结语一样, 你说那个文, 只是从印度翻译过来的那个文, 还是老样子, 所以啊, 有些不懂, 所以下面说, 明白这一点就是, 有得不得, 必须要先自明, 然后下面是, 显异, 善三句是能问的人要知法, 得否无昧, 就得不得, 了解清楚, 所以这样才能明断呢, 下面是说, 领能所记解, 都要知道, 能问所答, 都可以, 明了, 好, 你看这中间不足数, 中边不足数, 这个道理来讲, 你问的不了解的话, 还是不可以的, 若准绿云, 超文, 不问十三难者, 这不得戒, 必须要问十三难, 授钱要问, 顾前兴明解, 彼此无虞, 就是能所都了解, 脱有不解不成, 岂不误他大事啊, 这样不解, 你是在那里问的话, 真正误人大事, 应杀弥时交, 杀弥的时候应该要教他, 快要受戒之前, 我们通常杀弥要去受戒, 易仙就讲了好几天, 告诉他, 然后到戒场去, 他们讲不讲都不凡了, 已经了解了, 应该在令列明显述, 十相送之, 名字列出来, 编坠污泥的名书列出来, 那么一种种十三多少, 十六多少, 然后十七相是什么, 什么叫编, 然后送之, 灰结魔, 不放贼注, 因为这只是问难那个文呢, 又不是做结魔故事呢, 他不放贼注, 乃至听见像都不是贼注, 更何况说十三难的条文告诉他呢, 好,下面看影子, 纪文的先要解, 然后呢, 要先解先交, 这样才是如法, 否则的话不可, 下面说这不是贼, 这我结魔故事不是贼注啊, 同法方程, 什么叫同法? 同结魔, 合合, 这讲成贼注, 同法方程, 指的是同做结魔, 方程贼注的意思, 必读结魔, 理亦非账, 如果自己在那里读结魔文的话呢, 理也不成账啊, 由此骨子问难不取相解, 就是说过去有人说, 问难不需要了解, 这是不对的, 有恐忘记同意结魔不可易读, 所以说这跟结魔一样, 因为结魔里面要做这个事情呢, 不让他一先先读, 故一往遮之, 宋朝的时候有一往遮之不难读的事情, 下文证明贼注, 下面引申问, 因为在十三难当中有问贼注, 那贼注是什么意思, 会一一详明, 一二三人即借众生所共, 做法才叫成贼注啊, 或可因读后文易解, 就生访为言, 就是说读了不怕他容易理解, 所以不让他读, 就是从生访角度来讲, 其实读不成占, 好,下面说, 若曰律本, 但问十三难事, 若论作法, 但问诸哲, 也就是说, 教授师问十三难事, 到唐善的作法的时候问诸哲, 经就义准呢, 着问哲之前, 所以说这个十三难应该在十六哲的前面, 次第是这样, 安部的次第, 那么纪文说, 脱衣常愧的事情, 或者至今以后听问十三难事, 才有这样的事情产生, 这是治缘, 那么向的次第应该是先这样, 至教授出众, 借师对身, 两种问法, 一个是问难, 一个是问哲的次第, 下面, 嗯, 这个, 又问啊, 又问, 有问难之体, 要为相解, 今问鲁不放鞭罪佛, 智非明律者, 荒始明知相, 就知力的人才能够知道, 如果不知力的人怎么会知道, 怎么叫做鞭罪呢? 智外经论杂学, 必无小了, 不需深入了解的话, 什么叫鞭罪, 所以下呢, 一句之, 不同, 旧人, 朦胧送袭, 有这样的过放, 笼统的, 怎么这么一讲, 人家不理解, 好,下面说, 体为大体, 什么叫体为大体呢? 比如说, 问难之体, 就那个大概, 那个刚是什么, 就是本一句, 一句者就记明显相, 简便是非, 不同者, 素云有失云, 夫受戒法呢, 作法令诵, 荡应依文十三始足, 依这个文十三难, 这个文足了也就够了, 达到无则, 如果他答说没有的话呢, 便即得戒, 何夕易戒, 他当时有人这样说, 有失解淫, 他说十三难, 那文列出来就可以了, 祖师, 既引舍戒, 中边不解不足, 那一段文来说明, 就是祖师指, 道宣律足啊, 生产出义不解不犯, 多犯生产讲出义, 乃至妄语不解都是不犯啊, 那相病难破, 相病难破, 来破这个事情是不可的, 此名, 此不明, 伟明呢, 是说不对的, 那么下面就次第来解释, 这十三难的文, 这个十三难的文, 应该呢, 是要提前解, 让他了解, 不能真正等等, 问这难的时候, 每一个一个来解释, 那么时间不拖得很残啊, 你别以为说, 看这个文是这样子, 在这里解释, 能问难, 比如说三个人一谈, 然后三个人来一一分别解释, 这样已经时间拖得太长了, 应该说, 从目前这种受戒, 三百几百人应该集在一起, 一先说明这个条文, 等问难的时候, 只是直问就可了, 先受拒戒, 这里指的是拒戒, 其实他通其他的戒, 五八十都一样的, 毁破重境, 舍戒凡来, 义根受聚, 就是说, 他戒已经破了, 就是舍戒凡来, 义根受聚, 此人最重明佛法边外之人, 佛法大海, 因为说, 他是大众和合共住做法的, 那么你现在呢, 无分放重戒, 在重以外, 这叫边外, 这是一种批语, 不堪重入境界海叶, 这是境界海叶, 他是海外之人, 故子叫边外之人, 乃至准论, 拔一准论来讲, 应该呢, 拔一的时候受五戒, 八戒, 沙弥的时候受十戒, 破与重者同名边罪, 他没有舍戒, 同样放重戒, 也是叫边罪, 这是边罪的意思, 本律讲的说, 受拒足戒, 没有舍戒, 直接放重戒, 已经没有戒了, 这种情况下又重新再来的话, 那就只要放出重罪, 所以下面有些应该说呢, 乃至通到在家的时候, 五戒八戒和沙弥十戒, 广众同放, 这是从比义来匿名, 纪文里面讲的, 前面是依本力, 且依纪戒, 眼下面是准多论来讲呢, 前, 通前三戒, 应该是三戒, 才可以讲说四戒, 或者说包括巨族戒在内, 叫做四戒, 如果说三, 从前三戒之后, 五八十, 五八十字, 纪族戒之前, 如果包括纪族戒的话呢, 就是四, 皆号为边缀, 那俗戒中大小通字, 俗戒当中大小通字, 因为它大戒和小戒, 五戒乃至九戒啦, 八戒后面的四戒啦, 那么沙弥戒的后面六戒, 同都叫突吉罗罪, 他说大小的通字, 那准生的偏激定有大众, 就大生当中有分罪的轻重, 四重, 十三生产, 一直往下突吉罗, 他罪有次第的轻重不一样, 所以说这应该是, 从偏激, 大生的偏激来讲呢, 有个四根本, 叫做大众, 所以祭戒因舍者, 犯众不舍, 字号二灭, 犯众不, 没有做法舍, 犯众自然舍了, 就是犯众不舍啊, 这叫二灭, 哪二灭? 硬灭, 是不是? 硬灭病和灭病, 就是说他已经放了众戒, 众人已经知道, 可是没做法给他灭, 灭病, 那一种已经灭病, 就是二灭, 欲鸣成战, 可以说他就舍来, 他应该是舍了以后再来呢, 也不舍, 后三放弃藏戒, 后面三种放了即是藏戒, 就是这里就五八十, 放弃藏戒, 不论舍以不舍, 就是所谓的编罪, 第二呢, 是放比丘尼, 也叫乌尼, 这个乌尼要简别, 乌尼要简别, 就是说受戒, 就自己从受戒的人呢, 你原先有没有受戒, 和这个, 受戒, 如果有受戒的话, 放什么呢? 有受戒那就放编罪, 没有受戒, 白衣以来他没有受戒, 跟比丘尼发生关系, 这叫什么? 乌尼, 这种情况叫做乌尼, 如果说他受过五戒八戒, 十戒, 纪族戒, 犯了, 他就是, 放编罪所舍, 这一条哈, 四分, 等力并引乌尼, 不明, 禁位, 就是说比丘尼的禁, 是禁, 是位, 比丘尼这是禁, 看他的禁, 就是比丘尼是清禁, 还是不清禁, 这里面有分说, 通, 圣, 还是凡, 还是凡, 如果比丘尼是, 原先是没有, 与人家发生关系的, 他是凡人, 这个比丘尼是凡人, 你第一次放, 有人跟他发生关系, 这个说, 这个沙密要受戒是钱, 他是白衣, 跟他发生关系, 的话呢, 那就成, 成, 成烂了, 这个比丘尼曾经, 已经跟人家瞎搞过了, 他已经破了, 他已经破了, 他就说, 已经是不清禁了, 那么后来, 这个人跟他发生关系呢, 成不成战? 不成战, 如果这个比丘尼是圣人, 是罗汉, 罗汉的话, 它是属于圣禁, 前面有人, 没人跟他发生关系, 你去换, 都成战, 成了, 那么再来说, 这个凡夫比丘尼, 原先有人跟他发生关系, 可是呢, 他没有一面起热心, 等于说他净没坏, 这个时候跟他呜的话呢, 成战, 这样了解吧, 比如说, 这凡夫跟圣人的区别, 在这里, 就是说他原先, 有人跟他兼顾过, 他已经受热破坏了, 那么他是清净的净, 即使凡夫, 他没有受热, 他净还是清净, 等于都跟圣人一样, 那么都成战, 这样的区别。 吴尼哈, 我们看这段文, 念一下子, 四分等律, 他将吴尼, 当适行适者, 适行适者, 云呢, 鲁不放清净你, 否常常有这样问, 问你夫万清净比, 就你若他是净, 凡夫圣人, 他是清净的话, 都是属于这个范草所设, 此一生其而问, 以生其力来讲, 就是乌尼的事情。 比利云, 若虚思二国, 西思二国, 就是几国, 出国二国啊, 即凡夫持戒尼, 被人乌者, 出人受热, 是败尼尽行, 就是所以坏了。 忠后人犯, 不明败, 他前面已经坏了, 也就是说, 后面的人不坏, 也就是说, 他是静静, 就是, 如果是静静的话, 初后人, 中后人呢, 他还是静, 即使他是凡夫, 他静还没破坏的情况下呢, 后面人还是成长的, 就我刚讲的那样, 若纳行罗汉, 就是三世两国呢, 初后人既明坏, 因为他能够理懒, 设心固, 他静还是清静, 故知呢, 唯是静静, 欢成难色, 他是静静才是难色, 好, 我们先看到这里, 诸佛, 诸佛, 初世一快, 全法奉行快, 大众合作敬命快, 돋生, 共寅菱, 不负・・・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